歡迎大家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問答環之,我先介紹我們身邊的嘉賓 就是來自要財證券研究部的經理直耀輝先生Stanley Stanley 你好 歡迎大家打電話問Stanley問題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電郵給我們,電郵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我先看看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第一旁有葉太 葉太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3081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沒有的,我想問今天因為金跌下來 買入的接報率,我想買一萬股 好,稍為想買一萬股,這隻3081 價值黃金EGF 家庭觀眾看中,就是金價方面有個回跌 這隻ETF跟隨著金價來說,都有個跌勢 現在這刻跌接近2% 還有38.35元 但來到這個位置,可不可以買呢?Stanley 我好奇家庭觀眾為何想買這隻ETF 從事覺得金價可能都有機會打上去 所以想買這隻,是嗎? 是的,它走上落 我覺得這樣說法 其實我反而對金價今年的看法 比較上有些審慎 當然你可以說現在很多的央行都 有些放水的行動 但問題是,大家都在預計中了 可能在美國方面 其實都可能有些收水的部署 而事實上這件事對於金價來的 也未必是一件好的消息 所以你說這段時間,你說買這隻ETF的話 嚴格說,我又不能說你錯 因為看圖的話 的而且確 38元這個位 基本上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如果你是純以看圖來計的話 看走勢來計的話 在這個位置,38元這個位 其實是有些比較大的支持 所以你說不跌穿的話 你說駁去反彈 其實都不可以打多 打到40元這個位的話 其實都會有什麼機會的 這個機會都不可以排除 但問題是,始終又真是 對於金價的前景 我看法比較審慎一點 所以你說他真是想買的 我建議你可能是短線的部署比較好一點 純粹炒短線,不是金價這麼久 因為金價始終真的,坦白說 是比較難去,現在這一彎來計 我雖然看淡,但變數仍然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是短線一點 你又38元這位買,看回40元這位 可以嗎?葉太 是的,譬如膠頭是怎樣的呢? 你講膠頭量的話 其實這一隻都叫做 都不可以說是活躍的 但每一天都保持有些成交 但它又不嚴格上 如果你是ETF的話 基本上這隻240元就比較常是多一點的 那個膠頭量方面 都是ETF的話 這隻比較多一點 剛剛說那隻3年把的比較常是 成交量方面比較堅定 可以嗎?葉太,幫我找到你 我可以 好,謝謝你的電話 想跟大家跟進一下金礦股整個板塊 金礦股來講 金礦股來講 看到整個板塊來講 大部分都有跌勢 紙巾方面 最新是跌四仙 跌幅超過1% 最新報2.54元 招金最新做9.71元 跌2.01元 跌幅超過2% 中國黃金最新報25元 暫時來說沒有升跌 寧寶黃金2.77元 跌四仙 跌幅超過1% 再問多一點 Stanier,問回你 其實如果真的在金價走勢 無論升同跌也好 其實你覺得應該是買金相關的ETF 還是直接買金 還是買金礦股 應該怎樣選擇? 如果你是大前提 假設看金價的表現的話 如果你是有一個短線的部署 短線 應該買金礦股 因為金礦股本身 你可以說它的波幅比較大 譬如金價升1% 其實金礦股有時 可能升2-3% 甚至是更多 而這個情況 基本上也有% 所以短線的話 其實金礦股的直播率比較高 但問題是 如果你是跟著金價走的話 我想這樣說 一上市的兩隻ETF 基本上都跟得很貼 假設你是長線 比較看好黃金的價格走勢 當然你說比較簡單 實金好過 但如果你想說 可能流動性 或者比較容易入手 其實買一些ETF 我覺得都可以下一類 但這個做法 大前提是說 對金價的表現 但你問我的話 我對金價今年的走勢 坦白說 都真的不敢太樂觀 因為始終 好像美國方面 如果你一旦開始有收水的部署 其實金價的走勢 可能真的會比較反復 所以這方面 如果你是買金的話 都有考慮到這個因素 是的 不過昨天來說 也有新聞說到 日本人去排隊買金 當然是因為日本方面有個量寬 所以大家衷敬 買相關的金 又可以對沖一下通脹 或者是這樣 其實你又怎麼看這些新聞 日本又沒辦法 日本本身 現在人能知化 基本上 說真一句 你說當地這件事 可以諒解 但問題是 如果你看回環球 看回金價的走勢 似乎真的 那個情況 都不至於太樂觀 所以我建議 當然你說 日本這些消息 你當作短期的炒作借口 但你從中線看的話 我覺得金價的表現 都真的似於一個暫時來說 雖然你不可以說它是熱跌難升 但問題是要升上去的話 都真的可能那個難度比較高 好 謝謝Stanley 跟嘉寧觀眾聊天之後 跟進下市場方面的消息 跟進下在內地方面 央行繼續有收水行動 人行宣布繼續有個正回購 今天來說有460億 20天期的 總比率方面是2.75% 先問你 繼續有個收水的情況 好像政策層面上 都是收緊居都 國務條 又繼續有收水行為 其實內地方面 政府方面 其實你覺得 態度是怎樣呢 其實內地經濟你怎樣看 態度方面是很明確的 因為基本上 你可以說 剛剛公佈的新增貸款 措施都比較 做得比預期中多 但你說好像 這些叫做正回購入行動 基本上都常規派了 你可以說已經慣性地這樣做 但至於對經濟的層面方面看 始終你看到近日的數據 CPI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那個升幅 就比預期中為低 但同一時間 PPI仍然輸一個負數 雖然也可以說 PMI的數字是50樓上的水平 但似乎你從這堆數據顯示 其實中國的經濟情況 未至於增速方面 其實都不算特別好 所以回到之後 第一季度的GDP數字 我想大家都會比較 關注增幅的情況 但怎樣也好 股市方面 似乎都真的 表現都一般 我覺得短期內地股市方面 都依然受制住 IPO重啟因素影響之下 暫時來說 都未必有一個 比較好的表現 好 謝謝Sandy A股方面 現在都稍微升 三大指數 升幅例計不足1% 詳細說 要留待下一節 待會回來 半日總結的時候 繼續有Stanley在身邊 和大家跟進時間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半日總結的時間再見 待會談